这样理尽佛像的目的就达到了 人人都有一颗真心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成佛呢 佛法讲 你的心被严重的污染了 综合概括一下 就是被四种心态污染了 贪爱吝啬 欲望无度的贪心 愤怒嫉妒 怨恨计较的称心 浑浑噩噩 不明善恶是非美丑的愚痴心 和傲慢狂妄 自私冷漠的傲慢心 这四种心态被称作妄心 妄心赤圣 那么你的真心 也就是佛 自然就不起作用了 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得到保佑呢 有贪嗔吃慢的心态 身体又会去造作杀生 偷盗邪淫 口里边在说妄语假话 花言巧语骗人的奇语 讽刺谩骂难听的恶口 还有挑拨离间的两舌话 恶行累累 烦恼祸患自然不断 永远不得安宁 所以不是佛不能保佑你 而是你自己不能保佑你 真心被妄心紧紧地包裹住了 自然不能起作用 学佛修行就是帮助你 渐渐地去除那些妄心 恢复真心 真心显现 也就是佛显现了 你怎么会得不到保佑呢 同时学佛帮你戒除恶行 不受恶报 你怎么会得不到吉祥和幸福呢 真心也就是佛 到底是什么心呢 佛是什么心呢 佛是真诚亲近平等真就此理 你有这个心 你的心跟佛心一样 佛是什么心呢 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 那是佛的心 我们心是佛心 心是佛心 哪有不做佛的道理吧 一切法从心享生嘛 佛心是纯净的 佛行是纯善的 阿弥陀佛也好 释迦摩尼佛也好 十方三世一切佛 都是这个意思 纯净的心 纯善的行为 随时念佛就是随时提醒自己 心要纯净 行为要纯善 纯净 纯善的 就是发菩提心 然后一想专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个名号 什么名号呢 是我们自己真心 本性的名号 不是别人啊 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心部 在发现 就像无限电波一样 你用真心 那个力量就太大 因为一切诸佛菩萨 用的是真心 你这个心跟他一样啊 换一句话说 你整动的频率相同 就跟他界通 这个界通呢 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加持 世间人家的保佑 确确实实 可以消业障 消灾免难 记住 心形相应 那个感应呢 就殊胜了 还是做一些 损人利己的事情 伤害众生的事情 伤害社会的事情 那你怎么样念 也是枉然 为什么不相应 那么你烦恼吸气这个波度很强 所以显示不出啊 佛菩萨保佑的价值 如果你真正能够一教奉行呢 你能做到了 那么你这个感的力量很强 佛菩萨 佛菩萨硬的那个力量也强 现在就能转业 如果口里头念阿弥陀佛 一天的完念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天念几十万声 心地都是虚伪的 见人都说假话 没有一句真话 心里都不清净不平等 不能我生 古大德讲得好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寒破喉咙也往然 为什么呢 你念佛是形式上念佛 你心不是佛 那我们来用这个话说说 现在面临的危机 必须得有大善才能改变 对 所以善是 你不要求别人 先改自己 我自己改了之后 我这个样子就给别人看到了 就有很多 所以有缘人 他就要跟你学习 所以说这佛家叫 佛度有缘人 没有缘就没办法 有缘上 他看到你 他很欣赏你 他很凉慕你 你的一切 他喜欢跟你学习 他也就得度了 但是让人慢慢多的时候 他影响的面就大了 所以你不要求影响 不求观众 只管修自己 我一生从来没有想到什么影响 我只是管自己 您的意思说就是 在全社会有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来强力推行传统文化教育 还得有一个根源才能让他成功 这个根源就是推行者自己要做到 不说不说 你是中国这个故事 古圣先王 遥顺与汤 文武周公 他为什么政治上那么成就呢 他做到了 他的政策他做到了 这就是这么道理 为什么 你说出来的时候能感动人 那是你真的心得 那不一样啊 不是道听图书啊 是你从内心里的流露出来的 用您的话说 就是这种心的力量啊 纯净纯善的力量 原子弹要爆炸 它可以让它爆炸不了 都有这么大的力量 有这么大的力量 是 这个不是打比方 那不是打比方 这我们确实相信 这个意念的力量 就像特异功能一样 特异功能就是意念 世界各地的灾害不断 太多众生不幸遭难受害 2007年7月 净空老法师通过网络 再次呼吁一切慈悲人士 每天多为这些苦难众生 念诵阿弥陀佛 和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不仅自身自家 受益无量 更能减轻和延缓灾难 如果我们这个波的力量 很强 很强烈 就能把这个世间 这些众生 他们那个思想波 是贪嗔痴慢 自私自利 我们这个强大的波 就干涉它 能够把它那个波 干扰着 它不起作用了 我们这个起作用了 就能够跟世界带来想法 就能把这个世界的灾难 减弱 把这个时间 结缓 时间间短 念佛 有什么好处 好处在此地 我好处在一起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